老头拿出一根别针 用他把脖子后面多余的肉给绑在一起 只为了重返18岁 最后又把牙齿涂上80层白色乳胶漆 再把自己的眼睛抠出来 换成蓝色忧郁的王子专用蓝色 为了能让自己心动的女神看上自己 老头做出了更可怕的事情 他把自己100年没有洗的臭脚丫子 用电错磨平 再把脚皮吹掉后 又粘上了一滴就能粘死一头大象的强力胶 扑在了耳朵上 静静等待7个小时后 就这么喀巴一把 我的妈呀 连头发根都给拔了下来 随后又为了装成小白脸 把自己的脸拍上千层厚的粉面子 再把眉毛修剪下 那头胡子染成黑色 更为了口气清新 他不仅把自己的蛀牙给锯掉了 还喝了一吨的香水 最后再搁搁皮毛 把腰勒成小鲜肉 哎 假发这么一戴 哇塞 好像很惊艳的感觉 但自己这驼背怎么办 于是聪明的他 把两根电线这么一练接 下一秒 直接就治好了腰间盘 脊椎刚是立马就被拉高了十米 妈呀 这也太帅了吧 还顺利的赢得了女神的欢心 老头伪装的真是天衣无缝 可再狡猾的狐狸 也有露馅的时候 女神邀请老头去海边 这下惨了 还没落满几步 那老妖就喀巴下 受不了了 于是便提议带女孩去兜风 这下更惨了 就在两个人欣赏一路风景时 女孩一个喷嚏 就把面膜呼到了车上 妈呀 原来女孩也是个伪装高手 这个把老头吓懵了 还直接掉进了沟里 他不容易捡回了条小命 结果老头的别人也勾不住了 不痛 他也露出了原形 本来老头是想占点便宜 这下好了 便宜大妈了 真是太高笑了 奶奶有个神奇的宠物 只要一摸它 就会掉下无数的糖果 小糖果不仅香甜可口 还价值百万 因此奶奶每天都要带它去晒 两个小时的太阳 宠物云只要一开心 就会撒下糖果 别看他乖巧可爱 但他脾气却十分暴躁 这天一个男孩看到了这神奇的一幕 就不怀好意的想要得到它 可刚摸了下宠物云 结果他就生气了 啪哑 就给男孩一道闪电 男孩直接就被炸蒙圈了 奶奶也只能表示歉意 并赶紧带到自己的宠物 接着就带他去了理发店 奶奶告诉Tony老师 千万小心 别弄疼他 他脾气很不好 女孩还以为是毛发太长的狗狗 刚提起了一小块 毛居然飞了 还掉下了无数的糖果 女孩捡起来就放进了嘴里 这也太好吃了吧 随后女孩又理了好几块毛发 结果他就在不停的接糖果 这下发财了 尽管奶奶每天待在晒太阳 精心的照顾 可宠物云还是省病了 医生用听诊器一听 告诉奶奶 他是发烧了 随后就拿出了一个 四十来米的大枕管子 鼻鼻还装满了彩虹 要给宠物云注射 奶奶都被吓坏了 可医生不到一秒 就给宠物云扎完了 结果他却好了 还掉下了一堆的彩虹糖 这可怕医生激动坏了 这糖果真的是没有人不爱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宠物 你想要吗 你敢和这个男人比懒吗 他起床需要躺着 刷牙需要躺着 上班也需要躺着 就算楼梯把屁股磨脱了皮了 他都不起来 就是要趴着下去 平时能用滚的 他绝对不站起来 草地上滚着前进 马路上滚着奔跑 就连进地铁刷卡 他也要躺着进行 顺便还能在地铁上补上一脚 他从来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就是肆无鸡蛋的躺平 就算破天荒的抬起脑袋 那也是因为自己太渴了 躺着实在喝不进去 就这么懒的人 却有个躺赢的人生 他来到办公室 给自己点了杯咖啡后 就随便来到了电脑前 轻轻用力一点 就立马赚了两百万 和领导谈合作 就随便一按 就完成了一项一亿的项目 获得了几百万的拥挤 下半号男人就直接去happy了 咱也不知道 怎样才能获得这种躺赢的人生 但还有一种躺羊 你绝对没见过 这个乞丐已经十天没有吃饭了 本以为这就够惨了 可突然他的脚又被砸了个大口子 可你相信吗 惨到极限就该反转了 就在这时 一双价值一百万的鞋砸中了他 乞丐直接就穿上了他 嗯 刚好合适 原来是楼上的富豪 正在和女友吵架 女友又把男友的衣服 全部丢了下去 乞丐也是不客气 脱掉自己的旧衣服 就混了上去 那简直就是量身打造 为了符合衣服的气质 乞丐又给自己清洗了一遍 万万没想到 这么帅 得到女人下来 一眼就被男人的魅力迷住了 女人还把豪车也送给了他 这乞丐游身一遍 就成了富翁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太惨了 那么再坚持一下 你的好运就在下一秒 追求完美 究竟有多可怕 这个牛猫王就想把鸡鸡插进石头里 结果咣当 把鸡鸡都给撞瘪过了 他怒了 可转头一看 石头上又出现了蘑菇的形状 哎我还不信了 于是他又把自己的头变成了蘑菇状 结果石头又变了 原来这个牛猫王就是个奇葩 他把所有的石头 都要弄成自己脊脚的形状 然后再撞碎他 他不允许自己有失误 直到这天 一块大石头生气了 变得无比巨大 牛猫王一看就来劲了 准备跑得远远的撞碎他 万万没想到 石头上的牛脚缝气 突然就不见了 自己还被摔了个半死 哎 放呢咋没了呢 结果石头又出现了个畸形的牛脚 牛猫王看了看头顶 不行 这不一样 他硬是把自己的脚变成了和石头一样 结果咣当 牛猫王还没来得及生气 又来了个蘑菇状 牛猫王不服 必须用和石头上一样的形状击碎的 结果石头又变了 哎就是玩 石头不停的变 牛猫王也不停的变 结果把牛猫王给逼疯了 他哐哐的就把石头给砸了 万万没想到 他没有直接击碎他 还拿来了一大堆工具 把石头上的大洞重新修理了一遍 变成和自己计较一样大小 而且必须沿四合缝 然后再一撞 这下完蛋了 自己的头被死死的卡在了里面 怎么扒都扒不出来 还被石头重重的压倒在下面 这下好了 石头没撞碎 却毁到了自己强迫症的手里 所以世界哪有什么完美 要学会放过自己 小黑是这里的方块国王 可这天却来了个新邻居 在原来的方块上又罗上去了一个 那简直精神极了 小黑一看 邻居这么高 自己还要仰头去看 那简直是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他也想再罗上去一块 于是他就走到贩卖机前 拿出了一枚金币 塞进机器后 里面本来体弱多病的工人 瞬间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卡巴就搬下了一块方块 不到一秒就递给了小黑 为了比邻居高 他又特意多买了一块 结果万万没想到 邻居买的更多 这下小黑怒了 于是又买了一车的方块 发誓绝对要比邻居高 可邻居也不示弱 偏偏还要比他高 这种攀比一旦开始 就很难结束 于是他们不得不买来更多的方块 架起高高的架子 没日没夜的安装 他们比的不仅是高度 还有速度 而地下的工人 在接到巨大的诱惑后 也开始没日没夜的赶工 但他们绝对想不到 危险也在悄悄来临 因为海上只有这么一个方块 地下被挖空后 那后果不堪设想 但贪婪的工人 也只想赚更多的钱 很快小阿黑的方块房 就已经冲上了云霄 他艰难的爬了上去 却啥也看不见了 因为海上的美好风景 已经被云朵挡得死死的 而且还有更多的人 也把自己的房子 建到了云朵上 更因为过度的索取 他们这个海上城市 也轰然倒塌了 所以只有理智的对待需求 才能欣赏到更多的美好 这个小男孩特别喜欢吃冰淇淋 可老板刚给他拿一根 他却不想要了 因为姐姐要过身了 他特别想给姐姐 买下的期盼已久的礼物 于是小男孩又将冰淇淋 还给了老板 虽然年纪小 但他却想偷偷实现 姐姐的愿望 从此小男孩 但凡有零花钱 都会把他们收集起来 就连自己藏在冰箱上的硬币 他也收集了回来 可当他看见 自己最喜欢的玩具气球时 还是控制不住 想要去买 但掏出硬币的那一刻 犹豫了 因为他十分期待 姐姐收到礼物时的快乐模样 所以小男孩又放弃了 回到家里 又把自己家的垃圾纸盒 都收集了起来 眼看还不够 他又把自己的画本放了上去 得到置换的硬币后 小男孩开心极了 这里目标又进了一步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一周 小男孩的硬币小瓶子 也越来越满 终于在姐姐生日的前一天 他攒够了 于是他赶紧跑去玩具店 看着姐姐曾经没有舍得买的玩具 小男孩开心极了 他迫不及待的告诉老板 自己要那个盒子礼物 等到姐姐生日这天 姐姐还送给了男孩 一个漂亮的手链 可当姐姐跟弟弟要礼物时 弟弟却故意摇头 可下一秒 弟弟就拿出了一个大礼物 这是女孩期盼已久的那个 曾经因为价格太贵 自己根本买不起 却被弟弟发现了 还通过自己的努力 在生日这天买给了姐姐 女孩激动的热泪盈眶 原来这一份小小的礼物 却装着满满的爱 小男孩意外捡到了一只可爱的小猪 却不小心把他摔到了地上 没想到小猪居然碎了一地 原来他是个成精的储钱罐 还有个可爱的小主人 可这天他却走丢了 他走到马路上差点被车撞 想躲到垃圾桶里睡觉 还被丢垃圾的人类吓跑 他胆子太小了 为了找到主人 他只能每天去凶险的大街上找 而他的主人也在批命的找他 因为没有小猪 女孩根本无法入睡 但可怜的小猪却越走越远 还差点被自行车撞到 好不容易侥幸躲过一劫 却被几个顽皮的小孩捡起 三个人还抢了起来 突然一个男人出现 小男孩直接就把小猪摔到了地上 可怜的小猪瞬间就碎了 男人为了救他 就把他的碎片带回了家 整整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 将小猪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小猪开心极了 男人每天都会为小猪洗澡 无微不至地照顾他 更为了能让小猪尽快恢复健康 男人每天都带他去公园散步 别提多开心了 眼看小猪已经恢复 男人就把小猪掉落的灵前 全部塞回了他的身体 直到这天 男人又带着小猪出来散步 却发现了寻猪启事 男人知道 小猪该回家了 这么可爱的小猪 主人一定特别想他 于是他找到了这家人 小猪迫不及待的就跳了下去 能够再次看到小猪 小女孩开心极了 她终于可以安稳地睡觉了 你还记得那些 童年时最喜欢的玩具吗 爸爸想要给女儿梳头发 结果头发却一把抢下了梳子 还变成了怪物 要抱锤爸爸 这是咋回事呢 原来小女孩是个爆炸头 她想给自己梳一个漂亮的头发 因为今天很特别 是每月一次能见到妈妈的日子 可结果却梳成了疯子 这可把爸爸吓坏了 于是爸爸想着给女儿戴帽子算了 却被女儿一把吹飞 因为她必须要梳个漂亮的头发 女儿把梳子递给了爸爸 爸爸却吓得满头大汗 因为她根本不会梳 这把小女孩疼的 就连头发都急眼了 她一把抢下了爸爸的梳子 还变身成了恶魔 来挑战爸爸 她一拳就打倒了爸爸 但爸爸不示弱 拿出了橡皮筋 死死地困住了头发 却被头发一秒就给炸开了 结果头发怒了 爸爸被吓得瑟瑟发抖 没办法 爸爸只能又一次把帽子 戴到女儿的头上 结果女儿却哭了 女儿和妈妈一样 都特别暧昧 自从妈妈生病后 头发也掉光了 为了不让女儿 看见自己狼狈的样子 妈妈只允许女儿 一个月来看自己一次 但每次见妈妈 梳头发都是爸爸的难题 就在爸爸绝望的时候 女儿拿出了妈妈 以前给小女孩梳头的录像 这次爸爸不再害怕 严格的按照妈妈的指示 擦润滑油 然后梳开 再编小辫 很快女孩的头发就梳好了 真是漂亮极了 妇女俩准备好后 就来到了妈妈的身边 女儿给妈妈画了一幅画 那是关于妈妈王冠的故事 妈妈终于释然 别的女儿 根本不在乎妈妈的美丑 从此一家人 又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